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师父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感恩大使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啊 昨天呢我们墨尔本的那位师兄呢 叫弟子 如果今天打通师父的电话呢 一定好好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大使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他现在的心结解开了 他昨天跟师父通完电话 脸上的表情都变了 变得跟原来一样了 乐呵呵的 跟同修有说有笑的 一切都是菩萨最好的安排 这个月呢 这位师兄的一对双猫胎 胎情没有保住 这位师兄难过了好一阵子 心里想不开 伤心难过呀 也感恩师父慈悲告诉了他 这孩子呢是来讨债的 如果顺利出生 男孩子出生 会得唐氏综合症 女孩子出生会有缺陷 也感恩师父告诉他 八月以后会有一个女儿 现在这位师兄呢 心结跟烦恼都解开了 感恩大使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慈悲 你要叫他吃全素的 他吃全素的师父 因为现在在末法时机啊 吃全素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代表一个人的心啊 还有他身上干净不干净 代表他的那个身体 和他的灵魂都是有关系的 一个人身上不干净的话 你说灵魂怎么会干净 是师父 对对对 那师父啊 弟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师父您看啊 有的女同修呢 怀了孕 孩子呢突然没有了胎心 他特别伤心 其实呢 他也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他这个讨债的提前化掉了 如果生下来也许会有许多的疾病 会让他这个为这个淘汰的孩子操心花钱 是这样是吗 是这样吗 师父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个故事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以后可以 把这个故事去告诉人家 有一个 有一个在当地 当地的过去的古时候 有一个当地农村的一个 一个中医 一个医生非常善良 哎呀 把人家看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三个儿子呢 都有毛病 一个嘛 腿没 缺腿 一个嘛 不会讲话 还有一个脑瘫 三个儿子现在在家里 他就天天求 人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他天天 把人家看病啊 而且修桥铺路 最后 一个儿子被雷劈死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掉在水里淹死了 还有一个着火的时候烧死了 哎呀 全村的人都为他祈祷说 哎呀 老天怎么不长眼啊 为什么把这么好的 一个医生的孩子啊 这么善良 这么修桥铺路 把人家看病啊 不计报酬啊 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把他三个儿子都弄走了 结果后来他太太做了一个梦 天上降下三个麒麟 结果就是告诉他 菩萨在梦中告诉他 太太 就告诉他夫人说 因为你三个儿子 因为是你的前辈子 祖上缺德 让他这辈子来讨你们家债的 否则会把你们家全部的债 就是全部讨完 而且把他命 把你们的命还弄掉 就是因为菩萨 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善事 所以天上降下三个心 真的麒麟 把这个人提早夜报 把他们报完 让他们走了 他们来 就是等于他们来要再 提早要完 他们走了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你可以告诉他 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 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啊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了师父 那师父啊 就其实根本原因是他 学习 学佛 修心 菩萨看到了未来 所以呢 菩萨慈悲化解 孩子就没有太心了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是不是这样 师父 这个问题我要看图腾的 但是呢 对你这个解释 针对某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苟童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世界上只要有因就有果 并不是指他这个人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人拼命想追求的事情 实际上菩萨有时候不给你 不给你倒是好事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吧 有一个人跟着 现在一个 要出事的一个 副省长 我是看到这个案例的 跟着他 跟着他很长时间 结果这副省长 他贪污了 他不停的要想 把东西给他 他就 他本来想拿 他非常想拿 非常想拿 因为他太太跟他 丈母娘都念经 结果后来他就不要 他就要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副省长后来不喜欢他了 把他降职了 好了 他成功了 现在这个副省长出事 一连串的人全部出事 你看他反而升到 这个职位了 副省长职位了 我就讲给你听一个道理 你有时候不知道 你当时当然 这么领导 给你这么多的东西 你哪能不要啊 你哪能不开心啊 对不对啊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你看不到未来 你不知道的 就像很多人说 人家飞机都准时开了 谁都上去了 怎么你拉肚子 就上不了飞机啊 好了 他试试了 是师傅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就这样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感恩您师傅 好 那师傅 接下来弟子问几个问题 师傅 就说 例如 许愿吃全素 许愿不杀生 许愿借 邪淫 如果现实生活中呢 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意念 是否梦中就会破除自己的戒律 容易梦考不过 请师傅开示 对啊 梦考不过嘛 你就是没有 没有应得呀 人家说缺应得嘛 就是因为你在背后做坏事 没有拒应得嘛 就是因为你在 你在梦中没有梦考过呀 明白了师傅 那师傅 佛经中记载 佛陀讲法当下在场多少弟子天上 吸发菩提心 我们在度人时不仅教他们念经 如果也能度的让他们发菩提心 是不是功德很大呀师傅 那当然了 你有这个能量吧 你说你 你看佛陀一讲法 讲完之后大家吸发菩提心 对不对呀 你讲完法之后 大家站起来 哦谢谢 吃点蔬菜走了 你要看人的 佛陀一讲话 大家吸发菩提心 对不对呀 顶礼膜拜 大家 然后法喜充满 菩萨 菩萨降甘霖 这个东西都是佛陀 他这个法力无边的 对不对呀 是师傅 感恩师傅开示 那师傅啊 就是说 当然念礼佛会弃人悲业 那么如果用自己的功德 帮别人求消业 会悲业吗 师傅 要看呢 你功德大 你就悲了少 功德少就悲了大 哦 那师傅啊 用功德求消业 会激活业这样吗 用功德求消业 功德求消业 应该不会 如果你的 应该不会 功德还是有的 只是消掉你一些业 他不会激活的 那师傅啊 功德求业障 是不是像念礼佛 大忏悔的那样 每天有一个定量 多了就容易激活业障 啊师傅 功德不是求业障 消业障 哦 消业障 是 我听你说是求业障 感恩师傅 你说如果用功德来消业障 你也要看着 消 你只能说针对某一件事情来消 嗯 明白吧 你不能翻翻的讲 翻翻的讲 说不定真的激活 你就麻烦 啊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那师傅啊 还有最后两个梦境 是师傅在那个法会之间呢 梦到的 第一个梦境呢 是梦到师傅法会结束以后呢 师兄叫我上台唱歌 唱的什么忘记了 下台以后呢 我看到一个大苹果 有多大呢 比大仙桌还要大 老大老大了 然后呢师兄跟我讲 这个呢 是两千位厨师 把这个苹果嘛 就销成很薄一片一片 跟那个莲花瓣一样 一层一层的 然后呢 我吃了几片 请问师傅 这个梦境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梦境 你也有很多的喜事发生了 因为 就像你参加叛逃圣会一样 就像你吃到天上的鲜果 你当然了 很多事情就顺利了嘛 啊 是是是 感恩师傅 那其中还有一个梦境呢 就是说是 师傅印尼法会期间 弟子做的一个梦境 就是说梦到师傅呢 其中一场法会结束 李师兄呢 带着我去那个会场的楼上 看到了很多饮品 然后呢 李师兄对我说 这个很好喝 清甜爽口 你尝尝 我一切 我喝了四杯 然后呢 我们就回酒店休息去了 然后呢 梦中呢 看到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从那个袖子里头 拿出两颗那个药板给我吃 然后对我说 吃了吧 我是华佗 我就吃了 临走时 他就对我说 以后出去跟我救人 我就醒了 师傅 哎呦 很厉害哦 哎呦 你你你这个 你这个长生不老了 会吗 师傅 会啊 像你如果按照 如果你现在 从现在开始 不做坏事的话 就这几个药丸吃下去 哎呦 这个一百岁没问题 哇呦 但是问题像你这种人 一定会做坏事的 是 是师傅 我已经好好感 感恩师傅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大师大碑 关心福德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 哇两个电话 同时大概穿进来 喂 喂你好 你好 喂 哎 师傅好 弟子给师傅请啊 啊 师傅辛苦了 啊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下师傅 请讲 稍等我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雅加达 就是开法会的时候 就是有同修 就是有同修 不是你去领餐吗 领餐 就是有些同修 比如说A同修 跟B同修领餐了 但是B同修没有吃 没有吃 导致这个这个餐呢 就 呃 饭就 呃 坏掉了 我想问一下 我 我想问一下师傅 这个这个如果说这个B同修不吃 呃 我们 就是这个业造师 我们定餐的人来背呢 还是跟他领餐的人来背呢 还是这个不吃的人来背 不吃的人背啊 嗯 不吃的人背啊 啊 因为领餐的人不知道他不吃啊 嗯 一定有业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明白吗 嗯 还有 嗯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嗯 同修 嗯 去雅加达开法会 就是 嗯 同修的母亲也是修行您法门往生了 完了 师傅 在玄疑问达节目里跟同修解梦 啊 同修的母亲已经超超六道了 嗯 在雅加达法会期间 同修就求观世音菩萨 让母亲也来参加法会 就是做一位好菩萨 嗯 嗯 接下来就是 同修就是 他的脚上就起了 跟同修母亲往生之后的第二天 同样的枕子 就是 那个红点点 同修是这样跟母亲说的 就往生之后 同修求观世音菩萨 啊 将母亲 超 嗯 就是超多 超超超多六道 啊 同修 啊 就是许愿为母亲 念诵 啊 108章小房子 完了 接下来 第二天 同修就手 手上起了同样的红枕子 在雅加达 在雅加达 法会的那天 同修的脚上起了 跟 跟手上 原先手上同样的红枕子 接下来同修就 从从脚到 啊 往上就不舒服 过一会就好了 同修想问 母亲是不是来到了 法会现场 他做梦做的 他妈妈 他妈妈走了 他妈妈就是 走了 已经 就是叫师父姐梦 超脱六道了 啊 超脱六道 那天就在 雅加达 法会现场 他就求 观世音菩萨 雅加达 这情况有两种 有两种情况 啊 一种是 一种是 真的他妈妈来了 嗯 还有一种呢 是水土不服 也要当心 哦 他水土不服啊 很多人皮肤有点 有点发出来 小红点 是水土不服 过一会就好了 师父这个人 是最讲实际的了 是灵性就是灵性 不是灵性 就是正常的 皮肤 啊 有点水土不服 过几天就好了 没关系的 哦 是 他过几天就好了 但是这个红枕针 跟他妈往生 第二天 他就跟他 求观世音菩萨 就 就许愿跟他妈 练小房子 因为他妈也是 以前有修 心灵法门 他就许愿 跟他妈练小房子 结果 他的手上就起了 同样的红枕针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就跟那一模一样的 红枕针 有这个可能性 有这个可能性 他妈妈 他妈妈把最后一点点的 这个业障也让他背了 哦 嗯 好 还有一个问题 请师傅等 稍等 师傅好 师傅好 介绍给您请安 讲吧 有几个问题啊 请师傅开始一下 师傅 就是没修行的人 婚姻出现的问题一大片 出行念经后 同学们还会出现问题 现在这几个问题 再请师傅 开始一下 师傅 你嘴巴 你嘴巴靠近花的花虫一点呢 哦 稍等 对不起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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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了吗 嗯 嗯 是这样的 师傅就是主动提出离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或者业障 主动提出离婚不一定完全有果报也不一定完全有业障 如果你是按照命在走 如果你命中跟他两个人恶缘是走命的话 那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离婚 听得懂吗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尽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不要去续缘 不要去把那种恶缘相加 叫增上缘 你增加了恶缘 那你就有业障了 听得懂吗 哦 那那被动离婚没有什么样的果报或者业障呢 被动没有什么 被动离婚的话没有办法 他要离婚 他要破坏这个姻缘 他把这个缘分破坏掉 之后你就只能随缘 这个只要跟菩萨讲就好了 应该没什么业障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直搞啊搞啊搞到最后 造成被动离婚 那么还是有业障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婚姻 在生活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两个人都有业障 明白了吗 嗯 那就是还要跟菩萨说一下是吧 要说的 要忏悔的 嗯 那那 嗯 那念礼佛吗 还是跟菩萨说一下 要要念礼佛的 嗯 举个简单的意思 虽然最后这个南方提出来要离婚了 但是也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生活好呀 整天吵吵闹闹闹搞来搞去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嗯 怎么会没业障啊 嗯 那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每天念啊 五遍七遍 就一直念了 那总共念多少遍的 总共念到十 听得懂吗 哦 那专门离婚的事 要专门忏悔是吧 嗯 不可以呀 至少这个给孩子给家庭造成了困扰 至少这个是一种缘分 你这个因种下去了会有果的 所以你最好一直念 哦 那已经都离了婚了都 当时没有意识到被动离婚也会有果报或者业障 就没有 被动离婚 记住了 被动离婚 业障比较小 主动离婚提出来的人 是把这个因缘破掉 所以他的业障重 好了 嗯 小小和大不一样的 小偷和强盗两个概念听不懂啊 听懂 嗯 师傅曾经说过 碰到恶缘不说话 可以暂时离开这个不好的气场 是不是说 这个恶缘还得化解 恶缘是不是不可以逃避 只能化解 对 恶缘来了 你一定逃不掉 但是你只能化解他 你说大家都能够逃避恶缘 那这个 那这个英国怎么报啊 就是你上辈子做了恶事了 他这个恶缘来了 你逃都逃不掉 只是说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呀 但是还是有事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 嗯 那现在好多师兄都误解了 都说师父说的 可以离开 可以避开 所以在家庭修行中 出现了逃避的现象 怎么叫逃避呢 逃避也是一种方法呀 比方说 嗯 比方说恶缘来了 你当然可以逃避呀 逃避是一种方法呀 不要跟你吵呀 嗯 不就在化缘吗 也是化缘的一种啊 啊 不逃避怎么被他骂 被他打 嗯 你说对不对呀 对 哦 这叫恶缘 继续 继续大家 我来承受恶缘 你当男老逃避之后 你就要靠念经了呀 要化解呀 你不逃避 你被他打啊 这个男人发疯 这叫身上有灵性 他把刀 上辈子 你把他杀了 他这辈子要杀你 你当然先把自己命保住啊 然后再念经化解啊 不懂啊 嗯 人家同修没错啊 哎 师父是这么讲的 对不对呀 嗯 啊 逃避什么 逃避也是化缘的一种方法呀 啊 嗯 好了 那如果这个人命里边有两次或者三次婚姻 我们学佛念经了 这一世不离婚 拼命的念经还债 忏悔 就可以换掉 还掉这些请债了 是吧 很难 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有的 比方说这个人已经第二次婚姻了 他再不想承受第三次婚姻了 这个老公呢 对他也不是太好 但是他一直咬了牙 继续 但是等到他一定的时候 第三个婚姻又出来的时候 那么被他老公发现了 他老公把他暴打一顿 或者把他 把他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呢 他咬咬牙 还不 就是坚决不离婚 跟那个男的不好 那么最后把这个婚姻保住了 但是付出的代价很大 我讲话听得懂吗 如果你念经 化解化解 那个男的只是对你非常有好感 追过你几次 一看你坚决不理他 那就拜拜了 明白吗 就是这样 那师傅 有失忠的 因为自己表法不证 徐佛后 没有做到徐佛灵的样子 反而以徐佛离借口 不用家务 远离家人 不参加家庭宴会 怕影响自己许愿 吃全素的愿力 最后造成以家人格格不入 让家人误解 徐佛就是这样的 最后因为徐佛而离婚 断了对方慧命 让对方及家人和他周边的人 对佛法生不起信心 师傅 像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了一个共情问题 请师傅看试一下如何圆容 很简单 如果家里人还不想不通 你就不能这么激进的走 你就是现在出家 你也跟家里人说通啊 对不对啊 你家里人不通的话 你硬走的话 会造成家里人对佛法的误解的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是想出家 家里爸爸妈妈都不同意 对不对啊 孩子不同意 老公不同意 你硬出家了 所以大家就会对佛法产生误解啊 会心里不开心啊 到底是一样的 你今天学佛也是这样的 你跟家里没有沟通好 没有说服好 你就硬心来 你最后让他们造口验 我问你 这个阴里面有没有你造成的阴啊 有 啊 是这么简单啊 嗯 那 那我们夫妻之间最大的恶元爆发的时候 当我们拼命的忏悔自己 改自己的毛病 同时又求菩萨妈妈慈悲加持对方 通过看到自己的变化 能够学佛念经 我们这种情况下 可以度到对方学佛吗 可以啊 要坚持啊 你让他一直把你当成菩萨 真的很干净 他就服了 就这样 你只要一会发脾气 一会好 一会像菩萨 一会像 像像像像人 或者像畜生 啊 你说说看谁会服你啊 嗯 听得懂吗 我个人觉得如果 如果即使度到对方的话 双方还有个境界差异问题啊 如果俩人没学院清修的话 仍然是在轮回中啊 对啊 那没办法啊 谁叫你 谁叫你 谁叫你有这些人间的烦恼的了 你想想看好了 对不对啊 那人家 人家法师们出家了 他就是没这种烦恼了呀 所以很多人就跟法师 一交朋友 一学 法师们总是劝你 劝你出家呀 他说你要断掉这些烦恼 你就出家呀 嗯 是这样的呀 那出家的人是没有这种烦恼了呀 那你要结婚呀 嗯 你 你就等于 你又要结婚 又不想做那种夫妻之事 你想想看你不是 你这种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吗 是啊 你要是想干净你结什么婚了 你结了婚了之后 你想干净的话 你就慢慢要退呀 就这么简单了 对 是 好了 有什么办法了 退到最后呢 法师咯 但是 这位台大人来跟你们说 我不劝 人家 这么做的 因为你是居士 你境界没那么高 你就先把家里维持好 你连家里都维持不好 你学什么心 修什么心 学什么佛啊 好了 只能这么讲啊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不是劝的 这么多的居士 居士多呀 法师是开悟者 开悟者少呀 好了 嗯 明白 谢谢师傅 那个 我们 师傅 我问您一个 就是说我们念经的时候 是天上接收我们念经的信息 如果一个人杂念很多的话 那么我们念经的信息 传到天上就会减弱吗 谁告诉你 天上接收你的信息啊 傻姑娘 啊 自己 自己都蛮会响的嘛 宇宙空间 任你飞吗 飞翔嘛 念经是天地人三合一 明白吗 嗯 念经是什么 自我一种修雅 念经是念到自己的八十天宗 进入九十天宗 找回佛性 当你自己完全念经的时候 跟天地有感应 并不是接收 是天地有感应 因为你念的东西 是菩萨的经文 所以菩萨就会知道你在念经 他就会给你更多的加持 听不懂啊 哦 还接收呢 明白了 你以为接收 谁啊 感恩师父 你要是修得好 我情愿做你师兄的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说错了 想啊 师父 有一个重修 梦见老虎 然后他第二天后被连兽 这个是指的是他 他 这个什么意思 老虎不好的 梦见猛兽 他攻击你更不好 如果梦见野兽 他不攻击你 就 就是你会有无形的压力 会有一种无形的 人在虎视眈眈看着你 很多人过去在单位里就是了 他老做到梦 但是梦见老虎不攻击他 结果呢 果然有好几个人就这么一直嫉妒他 啊 就这样 那这位同修他是有乳腺癌的 然后他念经过程中 就是有一天梦见了老虎了 然后第二天他后背就难受了 啊 这个不是太好 这个梦见老虎总不是 总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那他要许愿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直念 乳腺癌 在花生上一定有菱形 要把它念掉 一般的21张21张 第一波至少800张 800张之后再21张21张 明白吗 总结了1000张 不止啊 念到好为止 哦 那他不用刻意给这只老虎念吧 是吧 用不着 虎精呀 人家说白虎心呀 白虎心就倒霉呀 哦 就是他已经倒霉 就是他 已经倒霉 对 他是那段时间不舒服 特别难受 我早就跟你说了 身体上任何部位 不能去乱动的 任何部位乱动的话 他就会 就会受伤 你去看好了 哪个部位经常动 就哪个部位受伤 听得懂吗 他也许愿 没有那个夫妻之事了 哎呀 过去呢 过去呢 哦 对 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现在不做 对不对啊 嗯 那个那个 现在抓出来的一个假和尚 他在过去是个杀人犯 他到庙里去 躲在庙里出家修行了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后来呢 不是这样抓出来啊 抓出来的时候 他杀人了 没有啊 他过去 过去 厌场爆发了吗 激活了吗 果报到了吗 就抓起来了 没办法 师傅 我现在分享一个 我们本地 另一位患乳腺癌 同修的分享 本地同修 今年50岁 去年6月查出乳腺癌 腋下淋包 也有癌细胞 随后住院手术和化疗 医院给定了8次化疗 25次放疗 去年9月份 在进行第三次化疗时 遇到了心灵法门 因为不是汉族 有点顾虑 到了11月份 才开始攻克 他发愿 念1000张小房子 放生15000条鱼 不杀生 取愿吃前素 身体好了 现身说法 红法度人 他放生两次以后 化疗完难受 伤口及浑身痛 就消失了 后面5次化疗 放疗都没有做 配合吃了一些中药 修了一个多月 就继续上班了 到现在念了 300多张小房子 今年3月份复查 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 他非常感谢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这么好的法门 传到人间 师父白话佛法和录音 让他知音懂果 开悟很多 现在他开始学着 现身说法度人了 他说他要走上脱离 六道的回家之路 感恩师父 很多人 很多人很多人就是给他先吃苦 让他到生死关头 他才会悬崖勒马 才会转位为癌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 不吃苦头 他不会转弯的 明白了吗 对 现在这个癌症爆发率很高的 都轻度吓人 非常高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任何部位去刺激他 他一定会生不好的东西的 现在人的身体不能生 你就是鼻子上长一颗东西 你不停的用手摸 摸到最后 这个地方就会越长越大 越肿越大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 你现在很多 很多身体上的部位 实际上他这种 都是有纤维的嘛 还有脂肪啊 对不对啊 还有那些非常敏感的 你这东西不能去碰的 你越碰越 越碰他就会长出很多东西了 因为他会有一种刺激 对这方面刺激的话 他就会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告诉你 菩萨教育我们 叫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和会面一样了 就这个道理 为什么叫我们借邪淫啊 因为淫荡的人 他一定会出事的 你知道吧 身体任何部位 只要你过分了 淫荡了 你看看看 腰酸背痛 妇科病 什么都出来了 还要讲啊 是 好了 对啊 好了 明白了吗 你开始 一个时钟 节目 因这些法部师 几天度到了比较多的新人 也度到了修的过程中 遇到问题的老同修 他们的问题比较多 可不可以建议的问答群 让这些同修把不懂的问题 或遇到的问题 提出到群里 让其他老同修帮助分析原因 合理调整功课 正确运用三大法宝 这样做合理 如理如法吗 首先 老同修 什么概念 这个老同修 自己修的怎么样 这个老同修 有没有把师父的 白话佛法好好看 这个老同修 不要以老卖老 这老同修 如果不如理不如法 自己把人家背不说 还有业障 就这么简单 哦 为什么要找师父啊 为什么多看呢 找什么老同修啊 很简单 师父书上都有 叫他好好看 一定会看出 他门道出来的 自己修 自己觉得老同修 你帮人家讲的 不努力不如法 你就帮人家背叶 你讲的不努力不如法 互法生就惩罚你 就这么简单 嗯 明白吗 那么我们一般帮助同修 回答问题的时候 都是搜 在官网上搜 师父曾经开始的案例 然后把那些案例 发到群里面 让他们自己去参考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这个是保大祥的 吉祥 保证你 不会大错 而且非常吉祥 就这么简单 那就说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说 最好是搜师父的开示 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 如果你搜到开示之后 用你的语言来解释 没问题 问题你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乱说 师父没讲过的东西乱说 你就叫自说自话 明白了吗 嗯 嗯 没有 我们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那个 在群里边就是 发师父的那个 录音 对 然后是那个白患佛法录音 然后就是发台长的一些案例什么的 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听 去看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被咽 你如果你自己搞一抄的话 你一定会替他被咽的 嗯 没有 我们都很小心谨慎的 对 就在按照师父的开示 在这 龙律波冰 我告诉你 连师父也是 我帮弟子开示 我都要备课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师父辛苦 嗯 嗯 嗯 师父还有就说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会梦到 不认识的同修 他们出事情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 是什么 什么原因呢 梦见不认识的同修出事情 所有的人都要担心 因为你不认识的 哦 可能就是你 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修 都会有这种事情 嗯 提醒你 这个案例 可以提醒你 明白了吗 嗯 哦 这样子 嗯 嗯 嗯 还有一个师兄 他 他 算了 这个问题 下次问吧 打头疼电话吧 谢谢您 感恩师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师父 稍等 您稍等 师父好 还有一件法系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位同修的 呃 先生本来不练经 去参加 呃 澳门法会 之前拿到 港澳通信证 当天晚上 就梦到 呃 他骑着自己 在跟着师父 在红法 嗯 他到 呃 他本来挺喜欢 打麻将的 结果到澳门 开完法会之后 回去就不爱 打麻将了 就开始练经了 感恩师父 感恩 感恩师父 佛上 你看看看 这改变多大 呃 我们 时间都不够 他挺有善根的 啊 所以要好好去 启发人家善根 好了 嗯 再见 嗯 感恩 感恩师父 祝师父 法铁 安康 弘化 顺利 能够救度更多 有缘众生 好 感恩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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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 辛苦了 然后先跟师父 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不是我们 联谊会的时候 我们这边那个师兄 怀孕那个双胞 他流产嘛 他哭 然后来 他的眼睛不是就不好了 看不出花了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好了 然后师父给他开道以后 他整个就化开了一个心结了 他说非常感恩关心 不太感恩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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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好 就是心理医生一样 知道肯定师父给他加持了 总归加持了 不能这么快 那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今天早上 我妈妈心脏病犯了 给我吓了一大跳 当时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在中国嘛 我在这边 当时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一下就紧张了 他这次犯的比较严重 然后他坐在一地方 他晕过去了 然后我妹妹跟妹夫 我都很难把他扶到那个沙发上 这时候我妹妹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 赶快给妈妈造小房子 他犯心脏病了 然后很严重 然后我就这个时候 我就一下紧张 我说该怎么办了 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师父 给我们说的话说 你要遇事不乱 心境如水 然后就再想起来 我赶快去 就是给他上香 求菩萨 上完香以后 我给菩萨取了 给妈妈取了21张小房子 然后我就赶快填了7张 有7张吗 然后就烧了7张小房子 3张那个自修的 那个 消灾吉祥神种 然后烧完以后 刚刚烧完以后 一会儿妹妹就说 妈妈已经稳定了 就比较好了 然后就已经可以躺到床上了 然后再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妈妈整个就清醒了 就叫我妹妹 吃饭了 吃饭了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 感恩师父教我们 这么好的法门啊 没有菩萨的话 你怎么 你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对啊 没有菩萨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不知道遇到这种事情 该怎么办 真的很感恩师父 平常的教导啊 嗯 好好听话 很多人还不珍惜啊 这是我最心痛 心最痛的一件事情 明白吗 对啊 他们没有这个佛报啊 没有这个福报啊 真的没福报 嗯 真的 菩萨真的是一求就灵的 嗯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的特别的感恩了 嗯 麻烦师父帮我们解三个梦 好不好 嗯 有一个梦就是说 我一直不太明白 有点久了 师父 然后我就站在一个地方 我就望在前面 然后看到很多菩萨 然后有人就告诉我说 哦 这里是龙门石库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的右手呢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摸到一个小菩萨的头 我的手 我可转过来 你看我的手放在那个菩萨的头上 这个时候那个小菩萨 就是被如来佛抱在怀里的 然后我当时吓得 我赶紧双手合十 然后低着头说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忏悔 我使劲说 我忏悔 我忏悔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个如来佛就很开心的 哈哈的笑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 没看到如来佛跟那个小菩萨 就看见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就对我说 你今世如果不能修成回家的话 如来佛跟身为圆绝的菩萨 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南京菩萨就送了我 两个大的盒子 很大的盒子 我当时就打开了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把那个 七彩的那个琉璃的锄头 就是锄地下 这个重地那个锄头 然后那个真的是一样大小 但是非常的漂亮 另外一个盒子呢 我就没有打开 就醒了 就是请师父开始 这个梦什么意思呢 耕耘呀 梦见锄头就是叫你好好自己耕耘呀 哦 就是叫我好好修 好好修呀 修心就是耕耘呀 明白了吗 哦 然后还有一个梦 师父就是前几天梦的 就是我做的不好 师父我一定一定努力 然后法会 梦到一个法会 就是我们在法会结束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站在那个宾馆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大家好像感觉就是要等着去送师父 然后我就经过那个地方 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站在这里干嘛 他们说我们想送师父 但是呢 师父不让大家送 然后说 好像有其他怎么安排 我说那么如果师父不让你们送的话 一定有师父的道理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画面就出现了一个 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残疾的那个科学家 那个霍金 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个霍金嘛 然后好像感觉是否是可能让他 把这个地方让给他 在让给他 在让这些人很多人也在欢送他 然后他坐在轮椅上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 然后我呢 就跟站在楼上 好像三楼上面一样的 他呢 就很远的双手合十 就跟我打招呼 然后然后他 然后呢 我也双手合十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从他的手里面 就变了一只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只鸟 就直接飞到我的头上 又飞到我的肩上 然后用他那个很漂亮 那个羽毛很舒服 然后就轻轻的扶我的脸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鸟说 我说好了你回去吧 那个鸟就飞回去了 然后呢 飞回去又飞到他的手上 然后他的手里面 又变了一只鸟 这很大的一只鸟 然后就要飞过来 那个鸟往我这边飞的时候呢 我就 我就说 我就跟那个鸟说 我说 不要飞过来 我很怕 我很怕你伤到我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 那个一只鸟就飞到一个 飞到楼下 好像二楼下面那层的 那个 一个男人的面前 然后就用嘴 去捉他那个 捉了那个男的那个胸口 然后又飞回去了 所以 想麻烦师傅 解梦 师傅 没有声音了 听着听着 睡着了 睡着了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师傅你太辛苦了 没事 昨天晚上肯定又很晚才睡觉 三点半 三点半 昨天晚上 哦 师傅你不能这样的 要我再说一遍那个梦吗 不要说了 我大概知道 你把最后一句再说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梦到那个霍金 那个霍金就是他 知道了 对对对 他说什么霍金说什么 他坐得很远 坐在轮椅上面 我在楼上 他在下面 然后很多人送他 他就给我双手和是打招呼 我也打招呼 他就变了一只鸟飞过来 然后就是 就是很亲切的 让那个鸟对我 然后我又叫了一只鸟飞回去 然后又就又 他又变了一只 很大的鹰飞过来 我说那个鹰 你不要飞到我这里来 我说我很怕 怕你伤到我 然后那个鹰就飞到一个男的 就是楼下的一个男的 在面前用嘴 去捉了一下 那个男的男人的胸口 然后那个鹰又飞回去了 这个就霍金本身 这个人已经是天上的一个非常有灵通的 实际上是西方教里边的一个像仙鹤一样的人物 哦 他是西方教的 西方教的 他就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我跟他有缘分 跟他前世有缘分 哦对 我师父以前讲过 就是说我前世也是可能是修西方教的了 对 这一次也修过了 对呀 就是这样 嗯 感恩师父 然后有个同修的梦 师父 那个同修梦到他的右脚出了红枕 左手背呢 又出现了那个蛇片一样的白斑 然后之后他梦到那个他的家人要去抓那个蛇 说用那个蛇来煮汤来给他治疗这个白斑 同修呢 就很怕那个蛇就一直躲 然后梦就醒了 请师父开试 谁在 谁在躲啊 同修他的那个左脚右脚上面长了红枕 哦 右背上面右手背上面又出现了蛇片一样的白斑 然后他的家人要抓蛇来 又说要去抓蛇来煮汤来给他治疗这个白斑 同修很怕 然后就一直躲 然后梦就醒了 那叫他当心点身体就好了 没事 当心他的身体也要许愿小房子吗 对要的 48章 48章啊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你辛苦了 师父你晚上一定要早点休息了 好 好 你这样我们不放心的了 对呀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师父 喂你好 师父 师父你好 终于打通了 嗯 祝师父那个法体安康 红袍顺利 祝的温度有人诸身 嗯 有几个小小的问题 请师父解答一下 嗯 就是说 那个那个 我自己想搬家嘛 然后那个想布置一下那个客厅 呃 我想问一下师父 那个客厅里面 呃 是挂那个 呃 大幅的山水画比较好 还是挂那个 大杯咒 或者是挂那种 莲花的照片 最好是山水画 嗯 嗯 最好是挂山水画是吗 嗯 嗯 而且那个山水画是不是 呃 越大幅的越好呀 对呀 要看的 山太多 水太少 是吧 这个这个水土不服啊 就人家说 啊 山和水 山水画要 对称 山是靠山 水是财运 水要流动 明白吧 嗯 就是就是用的是那个 多方才挺的那那种 那种山水画 应该是黄金比例吧 嗯 这个最好的 嗯 这个比例是最好的 嗯 这是我 我我我特别选的 选了之后 叫人家改改弄弄的 嗯 那这个呃 就是那个高度的话 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是高一点还是 越高越好还是怎么样 啊 没没太多讲究 就像一幅 山水画大一点 挂在墙上就可以 嗯 嗯 好的好的 呃 那如果想想挂那个呃 就是大杯咒的话 就自己 请书法好的人写的那种大杯咒啊 呃 然后那个大杯咒 是不是竖着写的比较庄严一点 比很很怪的好是吗 呃 都可以 横过来也蛮好看 横过来呢 它是这样 横过来它也是从右到左的 这么写的 对对对对对 呃 就可以都没问题 嗯 嗯 哦 明白 那那个呃 写大杯咒的只有什么讲究吗 就是那个 是不是金色的金色的为底 然后黑笔写上去 这样比较好呢 那是比较高级的 一般嘛 就是宣纸 宣纸之后嘛 再稍微再表一下嘛 就好了 嗯 嗯 因为已经 就是找朋友去网上买了那种金黄色的那种纸 哦 那也蛮好 用那个毛笔字写上去 嗯 应该可以的吧 嗯 然后表一下挂在墙上 嗯 对呀 很好 哦 哦 好 谢谢师傅 呃 还有是 嗯 还有 有有有有一个梦 请师傅解一下 就是呃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外国人 然后 在我手上盖了一个印章 签证 哈哈哈哈 签证 我 嗯 说明 说明你要是以后想出国 就有签证 嗯 以后等着吧 有机会的 嗯 嗯 这个出国是什么意思呢 就仅仅是出国旅游 还是说我以后可能有机会去 澳洲跟师傅 一起红发 不知道 长期居住 嗯 我不知道 反正有签证 敲一个图章 就是永久居民 敲两个图章 那叫来回旅游 哈哈哈哈 师傅啊 是正费 就是那个签证啊 是 那就是那个印章 就很奇怪 我看手上是那种 类似奥迪车的那个 就是四个圈 就几个圈圈那种 哎呦 那很灵的 嗯 那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就很好 这个就说明你圈住了 嗯 是吗 嗯 我 等吧 我当时还差 等机会吧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就是我 就是说我 还是有机会出国的 是吗 一定的 嗯 我真的是 很很想师傅 但是 嗯 现在哎 不好说 就是哎 机会就是 很少 好 等吧 好吧 到时候就知道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我 我师傅的话最灵验了 我 我已经深有感触了 嗯 还有嗯 是这样子的 那个那个 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 他最近也是 嗯 他也是想念经嘛 然后也在学大悲咒 然后他 他跟我说 他曾经就是 大概有 三次以上 慢慢到同一个梦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是一条 黑色的龙 然后 然后在一个悬崖边上 就是就同一个场景 然后在旁边有一棵树 啊 干嘛啦 这个 讲啊 就 然后就是一个 就是一幅画面 然后 这算什么啦 什么都没有 仙境嘛 就是仙境 啊 这个画面有什么好了 到公园里就看得到的画面 不要拿出来讲 听得懂吗 好了 啊 好 那那如果就这么 这他因为他闷到 同一个场景 已经很多次了 那是不是可以 基本上可以确认 他 他以前就是 在天上是做瑞兽的呢 你怎么知道 他是瑞兽啊 因为他 他闷到自己 是一条黑色的龙啊 哦 那是的 那是瑞兽 我刚刚这个没听到 在那个场景里边 对 他在一个悬崖边上 然后他是一条 黑色的龙 然后旁边有一棵树 哦 那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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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就是 一样的场景 至少闷到三次以上 哎呀 那他是不把神了 这样他一动 他他说他不敢动 一动那个身上的 身上的那个鳞片 就就呼吱呼吱的 发出声音来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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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一定是龙了 哎呦 厉害 男的女的 这个同学 男的 男的 就是 就是最近在追我 哦 在追你啊 龙追你啊 你就是凤了 我不是 我不是 师傅 那这个 就是 龙 就是天上的瑞兽吧 他其实 也是属于 那个天界的畜生道 是吧 他 其实 也是有一些 不好的习气的吧 那当然了 那你要不要 把娘往坏的地方想嘛 天界嘛 畜生嘛 就是像 人间 也 人道里面 也有畜生道的 一样道理 嗯 那就是天道的 这个畜生道 到底是属于天道 还是属于畜生道呢 当然天道了 哦 嗯 天道里面的畜生嘛 实际上就是 有修过的畜生啊 嗯 听不懂啊 哦 那这个 就是 一般就是 天上的这个龙下来啊 来这个人间 他 他身上会有 带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气吗 不知道 你去看看你那个男朋友们 就知道了 哦 什么习气都有 最大的习气就是色 哦 好色 嗯 对 看见女人就把持不住了 就这种 好了 嗯 这个就是最大的习气 对 我就一直跟他指出这个东西来 他 你要是再这么拒绝他 拒绝他 他以后会不理你的 是吗 那没办法 谁叫你要谈恋爱 谈恋爱嘛 你就只能这样 你要想做人嘛 你就只能这样 对 我就 我对他就很冷淡 然后他 没办法 嗯 你要是 你要想结婚嘛 你肯定要有这种事情 你要干净嘛 就不结婚 你要想做人嘛 你就好好去做 都没关系的 对吧 台上说 嗯 做人也可以修心 只是修的差一点 都是一样 嗯 嗯 好了 明白 明白明白 那个师傅 是不是天人下 一般就是 这个这个因缘 都是不打敌的 嗯 不知道 好不了哪里去了 天道嘛 也是个六道里边的呀 嗯 跟人 比人们好一点 也差不多 嗯 好不要 就是瘦长 嗯 而且呢 他的生活方式习惯 比人干净 就是这样 嗯 反正我发现 就周围那些 比较有会 会跟的 那个根基比较好的 一些一些统修吧 他这个 就是因缘都来得非常晚 或者是没有因缘 嗯 我想这个应该是 跟他们这个来历有关系 知道 就觉得人间什么都很脏 很厌恶 啊 知道就好了 嘿嘿 嗯 你要是觉得 你要是觉得人间很不脏 很不厌恶的话 你就叫同流合污呀 哈哈哈哈 因为佛早就讲过了 武作恶事还不懂啊 哈哈哈哈 嗯 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的话 就在别人眼中看我们 就会觉得我们是 呃 就是很 很特殊 觉得 那我问你啊 不正常 我问你啊 我问你一句话 你到神经病医院里 神经病看医生都是不正常的 嗯 那么医生多还是神经病多了 这还不懂啊 嗯 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 各个都在贪 你不贪 人家觉得你怪怪的 你现在这么多 十几万贪官 对不对啊 抓起来了 对 好了 他们的眼睛里 他觉得你傻了 有钱为什么不拿 现在拿好了 拿到监狱里去了 你说谁是 谁是正常 谁是不正常了 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嗯 明白明白 嗯 对就是做 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 这个这个原则 底线 就 嗯 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 一定要出于你要不然 好了好了 你别跟我讲这些了 你要谈恋爱 你别跟我讲这些 谁缘吧 嗯 好了好了 还有师傅 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八字完全相同 但是命运不同啊 八字完全相同 出生年月 年月日相同 但是时间不一样 时辰不一样 嗯 好了 如果时辰也 时辰也是一样的 很少 同时在那个产房里面出生的 他们的命运也不同啊 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出生年月日 跟你的上辈子的 这个自己的那个 那个造业啊 最近你的根基都有关系的呀 这什么关系了 嗯 啊 就是说同样一个班级里 那你每个人 出生的家庭不一样啊 班级里不一定 嗯 所有的受教育的同学 都是一样啊 好了 嗯 嗯嗯嗯 明白明白 师傅 好 师傅不耽误您时间了 好 祝师傅那个身体健康 注意休息 师傅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你好 你好师傅 给师傅请安 师傅你辛苦了 嗯 喂 师傅 我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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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好 师傅听得见吗 请讲 请讲 喂 请讲 请讲是吧 啊 师傅 嗯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感恩让弟子能打通师傅电话 嗯 师傅想请师傅 开示一下 几个问题 法会上的问题 师傅 哎 请讲 我在 在这次 呃 法会上师傅有一段话讲的特别很好 然后 我记得有几个疑问 想请问师傅一下 嗯 师傅想 杨帆直背 红法的盲 嗯 普渡众生 普渡有缘 嗯 普渡有缘 记心上 红法大业 肩上扛 西方四圣回故乡 请问师傅这个西方四圣 是西方极的世界和四重断呢 还是师傅希望我们都能够修成 菩萨跟菩萨一起回到西方 这个回到故乡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四重道呀 嗯 喂 听不懂啊 听不到 听不到你的声音啊 嗯 喂 我告诉你就是 近四 嗯 好了 喂 嗯 看看讲吧 嗯 我要配你搞个课题 听得见吗 师傅 听得见 讲吧 啊 啊 好 是指西方 西方四圣是指 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和四重道 还是指我们的 对啊 已经讲过了呀 现在可以听见是吗 嗯 师傅 师傅 四重道和西方极乐世界 好了 好的 好的 嗯 好的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您在4月23日印尼大大会上师傅帮同修看图腾说偏财运的人才能自己做生意 有正财运的人才就是必须要跟别人合作才行 这在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什么讲究啊 偏财运嘛就是你要自己做呀 自己做的话你叫偏财你跟人家正财嘛打工呀 打工就叫正财运 哦 是这样 哦 是这样的 偏财运嘛就是利用你自己的财运呀 一个是帮人家打工嘛 是正财呀 正财嘛就是只能赚这一点 赚一赚不多的 嗯 您在那个白亚法法里讲到就是股票呀 这个证券呀 这些都是属于偏财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 对 嗯你说偏财不能做才能自己做生意 不是很清楚就问一下 嗯就是这样 股票什么东西你不害人 你做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你只要做生意不要害人的就可以了 你自己做生意你不害人也可以 但是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嗯 对不对 你帮人家打工你当然没有自己冤解了 老板骗人 老板 老板克扣你们 那是老板自己造孽 你是打工赚钱 所以所以挣的 你不会有造什么业 但是你自己做老板 你会苛扣人家 你会自己对人家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就是 你就等于偏财了吗 偏的吗 对不对呀 对的对的 嗯好感恩师傅 师傅这次那个 贾家打和冰箱上 他法会真的是 太殊胜了 我们都很法喜 您的开始也特别精彩 我们都感觉到这个法会也非常舒适 这次我也有幸带我弟弟和弟妹一起参加了法会 他们以前也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不精进 然后也没有许愿吃全素 这次参加两场法会之后 他们听了您一场开始就许愿吃全素 然后来会也非常精进 非常感恩你 现在我们全家都是共修了 然后我爸爸也是上次参加完新加派法会回来 就许愿念经了 每天都很开心的念经做功课 感恩你我们全家都能一起修 然后家庭和睦 师傅真的是感恩 特别感恩关事 因普达感恩 如果每个家庭都这样 国家不就是安定团结了吗 对不对 对呀对呀 所以我希望真的是全天下的家庭都能够共修 都能够一起修 和睦相处 你这个就是一个愿望 你这个就是愿力 对不对 特别感恩你 我每次参加法会都会把他们的照片 带到法会上加持 确实有效果 有效果的 他们自己亲自去了之后 当然了 每次就不能讲而已 现在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带过去之后总归有加持 不可能没加持 对因为他们本身在农村嘛 然后也比较偏气 然后修行的氛围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一去把会看到那么多同修 那么多义工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都很感动都流泪了 然后回来之后都反而也精进了 然后也死了拿之前放生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感恩师傅 感恩关事应付责 好 还有就是帮同修问几个白话法法的问题 师傅 这白话法法 您第八课讲到有一个 要用一项法转境界 您在白话法法里讲到说 一项法是 就是一心一意只对一件事情 是实实在的这个法 我们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师傅 您从具体开始一下吗 这个一项法 一项法 一项法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 比方说一门精进也就是一项法 你一直精进某一个法门也是一项法 就是不着相 不要就比方说一项法的话 我就对这某一件一个相 我就是认定了佛法这个相 我就好好的修 那么万项法 比方说你什么相你都要学一点 什么事情都要做一点 到最后你是一事五成的了 所以 着相着相是着的外层的相 并不是着的这个 说的就是一项 一项实际上就是我要针对 一门精进 我好好的就学佛法就可以了 你看在我们澳大利亚很多人就是的 今天学这个西方教 明天学那个教 后天学那个教 什么都学 什么都懂一点 最后他什么都不教 听得懂吗 最后回到家里睡觉 明白了吗 还有就是师父您平时就是批评我们也好 然后表现我们 其实我们都要朝一 就是只需要想 师父对我们好 师父都是为我们好 这也是一项法吧 对啊 你想想看呢 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只要是在这个法门当中的 大家好好的修 大家在一起 一起一个一 对不对啊 一心一意 这个一 一门心事 对不对啊 都是一 这个就是一项 项是什么 就是你针对的某一件事情 嗯 一心一意去针对某一件事情 就是一项法 好了 好的好的 这个像是一件事情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特别开始 嗯 好 您在白话说法的也多次提到那个心和意识 请问意识心和意识的关系 和他有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区别 是先有心还是先有意思 意识是受外境所染 比方说你今天在外面 你看见人家在排队 你意识先有 因为你意识是感应嘛 对不对啊 嗯 你眼耳鼻舌生意 意识第六意识 你你前面是眼睛看见的 看见了之后呢 到了你的第六意识当中呢 才会产生你的潜意识 潜意识之后呢 你说哦 原来排队是买便宜东西 那么我也来买吧 那么第七意识进入 第七意识之后呢 人家说东西很少 不要排队吧 我一定要排队 坚持要买到 那么你就进入你第八意识 生成意识 第八意识当中呢 你就我一定要排队 我今天哪怕排不到我要排 就是这样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这样 那么然后第九意识呢 就是你生成的 就是佛性意识 嗯 佛性意识嘛 是最里边的 所以你要记住 意识和心 它是什么关系 意识在影响着心 但是心也影响着你的意识 如果你的心中 已经有对某一件事情 有想法了 你的意识就会转换 对这个事情有想法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咱师傅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嗯 嗯 还有就是师傅您 一直强调白话方法 有很多的能量和智慧吧 然后他们就是很多同学 就想有个疑问 想问师傅 这个不同的册 不同的第一册 或者第二册 或者第八册 第九册 还有不同的篇章 他们的每一篇的文章的能量 是不是也不同 嗯 应该说是不同的 如果你看了开悟了 你这个能量就拿得多 我是告诉你们 嗯 如果你今天看了白看 你就没什么能量拿到 如果你经常找那些简单的看 你要看的每篇文章能量不一样的 生的能量能够让你开悟 你是不是能量就大 嗯 对不对 嗯 你说哎呀 不要偷东西 不要五戒 不能犯五戒 那这种潜意识的这种能量 你当然能量就拿得少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就是说这种 就是他拿到这些能量 也跟他的根基 还有悟性有关系 是不是 对呀 你能看得懂的话 你当然能量拿得多了 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房间 有真的精子和假的精子 混在里边 你如果今天 嗯 这个人有能量的人 他找到的都是真的精子 他拿出去 他在值钱啊 很多人不懂 什么叫真金 假金 他不懂 那他拿着很多假的精子 拿回家了 那他能量不一样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因为很多同修说 看第八册第九册 感觉能量特别大 马上 第十册要出来了 我没期待第十册的出来 反正会好好学的 感恩师父 还有就是在帮其他同修问几个 他们碰到的 就是在渡人过程中 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在 就是在网上鸿马渡人嘛 他渡人的时候 他不幸福的家人在旁边看着 然后就经常和同修会发生矛盾 然后就是要就是 障碍同修渡人 像这种情况师父 是同修 渡人惹事了呢 导致家人反对 都那个障碍他 还是说同修在渡人过程中 自身的有一些业障 都有 不让他来读人 都有 都有 都有是吧 他自己的缘分 缘分还不成熟 好吗 我不能给你回答很多问题 时间超过太多了 你赶快再挑一个重要的问一下吧 好的 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父 最后一个同修 他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就是请普大那个家池塘 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经理 来学习法法 然后助人 然后他就想工作上 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这段时间呢 正好有个工作 他本身自己的工作 是一个比较好的事业单位工作 这段时间有一个公司 想请他去做 然后他就做梦梦见 师父再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学一个简历 然后工资 待遇什么都挺好的 时间也比较宽缩 他想请教师父一下 他这个能不能换 能不能调动一下这个工作 如果师父在梦中说 同意他调 一定可以调 哦 是这样 因为就是梦里师父 您跟他在一起 他都在做简历 然后梦里还 有意思就是说 你才让他给你打电话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问题要问你 如果能够调 能够调换就调 没问题 对 因为他现在在工作 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念经 来度红法 对 我想更多的修行 然后时间很充足一些 那自己去看吧 好 感恩师父 祝您节日快乐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你辛苦了 我们已经好了 谢谢感恩师父 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的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晚安 谢谢大家